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个字符串给提取出来 那么现在呢 无非就是怎么样能够想办法能够把它给真正提取到 这样提取到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这个请求的正文的一部分 直接把它给替换掉我们原始录制的那一个字 那么怎么能够获取呢 事实上在前面呢 我们在web测试课程里边 我专门有一节去给大家讲 我们怎么样通过加了 通过它的对这个字符串要提取的这个字符串进行 这个左右边界的一些查找和定位的方式 我们讲过怎么用加瓦去获取到它的一个头里边的cookie的值 然后呢 再把这个cookie值发送给服务器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那方面的技术储备的 那现在的话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加瓦的代码的方式 直接呢 去把这个值给找出来 那么怎么找呢 这个值因为是会动态变化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可能直接去找这个值 如果能够直接去找这个值呢 我还找到干嘛呢 直接输进去就完了 所以我们只能找这个值它周围的不会变化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有一种最最简单的算法 怎么去查找这个动态会变化的值呢 通过设定它的左边的部分和设定它右边的部分 然后呢 根据这左右两边夹着的中间的那一部分 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比方说举个例子 我们在学校里边 在教室里边上课 大家三个人挨个坐 然后呢 有张三 李四 王五 那么张三坐在最左边 李四坐在中间 王五坐在右边 好 我们有一个老师 他认识张三 也认识王五 但是呢 不认识李四 或者说李四这个位置呢 经常会换人 换成李六 李七 李八 都有可能 经常会换人 老师不知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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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位 到底今天坐的是谁 但是呢 旁边的这个张三和 左边的张三和右边的王五 一直都坐在那个位置 而且老师就认识他们了 因为他们一直来上课 这个时候呢 老师要去这个点 点中间这个人来回答问题 他不知道名字 他怎么办呢 他最好的一种方式是 坐在这个张三右手边的那一位同学 起来回答问题 这样呢 相当于就找到了这个中间这个人 或者说呢 坐在王五左手边的那一位同学 起来回答问题 也可以找到 但是坐在王五左手边的人 有可能有很多 不见得是紧挨揍的那一位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老师最好的确定方式是 坐在这个张三和王五中间的那位同学 你起来回答问题 这样呢 就一定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就是中间这个人 所以这种这种啊 咱们现实生活中的场景 跟我们来去查找一个可能会变化的这么一个字数串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它的左边是一直不会变的 无论这个怎么变 这边是不会变的 在网上很多都不会变 当然我们不需要找那么远了 那如果说这个 比方说张三 左边还坐着一个什么张二 张二左边还坐着一个张一 那没必要是把张二张一也都包含进来 张三直接就可以定位了 所以我们呢 可以定位成 比方说它左边这一串不会变 甚至它左边这一串都不会变 而且还是唯一能确定的 或者说它右边呢 一直都不会变 这样呢 我们通过设定左右边界的方式 就可以去查找中间这一串值 好 讲到这儿的话呢 给大家安排一个作业 使用 加 或 其他 熟悉的语言 其他你自己比较熟悉的编程语言 实现 字符串 通过 左 右边界 进行 查找定位啊 咱们拿去做一这么一个 基本的程序设计算法的这么一个练习 也提升一下啊 再次巩固一下咱们的一个程序设计的能力 因为无论是性能测试 还是咱们的自动化测试 还是很多其他的测试技术都会用到一些程序设计的这个技能 所以啊 这是我们需要强化的东西 只不过呢 这个过程啊 不需要大家说很着急 现在就要完成 慢慢的去积累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来尝试这写这么一个算法 通过 比方说我给定你一个字符串 假设这个字符串呢 就是很长的这么一个长串文本 然后呢 我给你设定了一个左边界是这个 设定了一个右边界是这个 你根据左边和右边直接把中间这一部分值给找出来 无论它的值长短是多少 长短 或者说它的内容是什么 一个字符你就找出一个字符来 很多字符你就把所有的找出来 反正就是被这左右两边夹着的这一部分把它给找出来 好 我们呢 通过加瓦去实现 那后边的话呢 我再回给大家去讲啊 这个一个算法本身该是怎么来做的 那么这是一个啊 随堂的这么一个作业 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因为今天课题主要是lowrunner的观点 所以我们呢 暂时不用加瓦去实现它 我们主要还是要讲lowrunner里边是怎么来做的 响应的这个页面的响应 我们无论通过加瓦还是lowrunner都是可以获取到的 获取到这个响应以后 我们呢 就去想办法去查找它 那么这个响应它是属于这个get请求的 它并不属于这个poss请求 因为 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就需要呢 现在代码当中是不是要把这个get请求给发出去 让服务器把响应回来 然后在那个响应里边我们是不是才能找到这一串值 所以这个请求本身肯定要先发出去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怎么办呢 我们要发的请求是这个get这个页面 所以呢 我们呢 直接把这个页面的get请求放在这边 放在 肯定要放在这个发帖的前面 好 我们呢 插入一个newstep 前面给大家讲过 发生一个get请求 直接调用webUIL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这里边直接指定这个UIL的地址 相当于一个get请求就发生出去了 事实上我们在X型4的脚本里边本身也录制过的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或者不太清楚这个insert newstep怎么玩 咱们就把之前录过的东西直接拿过来 这边是把铁的poss请求 前面这个请求 新铁 这个页面打开 其实是从哪边来的 就是从这个发表的新铁这个槽连接打开过来的 所以呢 其实对应的就是这个请求 已经录制过了 直接把它拷贝过来就可以了 两种方式它是一样的 没有本质区别 因为呢 这边我们的get请求 只要这个地址指定正确就行了 当然这边提醒一下 由于我们直接用手工操作请求的方式 并没有牵涉到这边的extras里边的一些资源的文件的下载 所以呢 并不是那么符合咱们真实的一个场景 所以呢 如果我们有录制的这些脚本 直接把它拷贝过来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我们直接把它拷过来 好 这个定位有一点不太方便 好 拷贝过了 替换掉这个请求 但是这种手工操作请求的方式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现在因为已经有了 我们就直接替换吧 这样呢 更符合真实的情况一点 好 这个请求发出去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请求发出去了 一定会有响应 响应里边呢 一定就会有这个我们要的值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调用lowrunner的关联的函数 来把这个值给找出来 在这个请求发送的前面 注意这边呢 有一点非常规的思维 通常来说我们请求发完了 肯定在请求的后边去找它嘛 但是对于lowrunner这个关联的功能来说呢 它是一个预处理的这么一个函数 必须要放在被查找的这个请求的前面 一定要放在它的前面 而且是紧挨着的前面 如果你放在这个前面 那相对于它吵着的是这个Pose请求的响应了 所以一定是请挨着的前面 然后呢 咱们去使用它的关联函数 选择insert new step lowrunner的关联函数放在了service这个目录底下 点击service在底下 关联函数的名称叫做web reg save parent 这是我们的关联函数 这个函数很重要的一个函数 务必牢记它的各种用法 web reg save parent web呢当然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前缀 reg表示它是一个预注册或者说预处理的函数 这也是为什么 所以啊 给大家讲一个规律 在lowrunner里边 但凡这些带reg的函数都是要放在前面的 steve parent保存一个参数 保存的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保存的这个参数就是我们要查找到的这个值 把它保存到参数当中 好 注意一下 这个值获取到了以后 它是保存在参数里面的 它不是保存在什么别的地方 是保存在一个参数当中 那所以呢 我们就要想想办法呢 去能够获取到这个参数的值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讲过在请求里面 获取参数的值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呢一个大口号就可以 再加上参数名称 那么这种关联出来的保存的参数 其实呢它获取参数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加大口号就可以了 所以啊 咱们继续来 浏览到web reg save parent 点OK 打开这个函数的一个编辑界面 好 这边呢我们 现在啊 只关注最基本的功能 这边有个参数名称 也就是说我们获取到这个值以后 保存到哪个参数里边 我们就取一个参数名称 就叫verify code吧 尽量去跟这个咱们的这个 请求本身的这个键的名称一致 好 加个code啊 verify code 验证码 左边界 好 这是我们要去拷贝过来的 我们已经讲过了 它的原理通过左右边界固定的 中间的夹着的这一部分就可以被我们找到 所以它的左边界可以这么长 这都是它的左边界 也可以这么长 也是它左边界 那么这个找左边界的一个基本原则是 只要呢 尽可能的越短越好 因为越短的话 它相当于它寻找和比对的过程会快一些 提高一下效率 你如果想找这么长 它前面的都可以成为它的左边界 那这个比对过程就太慢了 那么尽可能的短 但是不能短到这样的程度 等于号帽 你会发现到处都是等于号帽 不是啊 这个双一号 那这种查找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呢 尽可能的短 同时呢还能够唯一的确定 比方说我们现在就以这个周围 它的左边来看看 在整个我们的原文件当中 有没有别的地方叫 有这种name等于verify value等于这个双一号的这种左边界了 没有 它相对于它就可以唯一的确定 就这个位置了 好 我们来把这一个 这一船只拷贝了 在整个页面当中啊 回到页首咱们来来搜索一下 看能找到几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刚才定位的 没有问题找到这了 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好 我们发现再怎么点 没有别的地方了 所以这一船只它已经就可以唯一确定就这一个地方了 那么但只要左边界能够唯一确定这个地方 右边界你只需要输一个符号都都可以了 因为它们都是紧挨着的左右边界 不可能你输这个双一号它是不可能会去找到这个双一号的 它一定是找跟这个支付创 紧挨着的这一个另外一个右边的边界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输这个右边界 也可以输整个作为一个右边界 我们讲以最短的最可能能定位的就可以了 好 如果说左边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找到能够唯一确定的 右边有唯一确定的也可以啊 也是可以的 好 因为这边左边刚好可以唯一确定 我们就把左边的值拷贝过来 作为我们的关联函数的左边界 好 右边的值呢 咱们就考这一小段 因为只要左边的文一确定了 右边是什么其实都无所谓了 只要有一个标识型的符号就可以了 好 在这边呢 特别注意一下 由于我们这个支付查找的支付创本身有双一号 而我们我们先确认啊 这个支付创本身是包含双一号的 但是我们本身的这个C语言的支付创的分割符也是双一号 那这个双一号呢 它相当于就已经作为一个C语言的结束符了 而不是支付创 查找的支付创本身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给这种双一号的地方加上反斜杠进行转译 这边verify还有v6等于这个双一号一定要进行转译 或者说我们回到这个对话框啊 进行转译也一样 咱们呢 现在已经生成代码了 怎么样再回到这个关联函数的对话框呢 点击这个tree按钮 这边语法错误啊 我先把这个双一号也给转译了 这边 这个双一号因为是我们要查的支付创本身 所以呢 对它进行转译 然后呢 回到tree这个 树状试图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service的函数 rigs.param 这就是我们的关联函数 双击它就又可以打开这个关联函数的对话框 其他的界面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UIL 这个请求啊 我们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在录制的时候 它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截图 这边迫着请求也是一样的 好 这种service类的函数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调打开它的这个 操作的对话框 我们看到啊 这边已经呢 有转译了 所以熟悉了以后呢 在但凡有这种左右边界里边包含双一号 只有双一号需要转译 其他符号不需要 原因就是因为双一号是C元的支付创分割符 那么转译了以后呢 这边特别再注意一下 我们设定左右边界的时候 务必提醒大家不要手工去输入 你很容易输错 比方说这边你多输一个空格 少输一个空格 对它来说 空格也是一个支付创 多输一个少输一个 它只要输错了 不一致 它就一定搜索不到 这个时候你可能关联的 关联不出来东西 像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双影 这个空格 我们手工输的话呢 很有可能输错 而且C元是区分大小写的 如果这边大小写不一致 它也找不到 所以最好的 这个最稳妥的方法就是 圆模圆样的直接去拷贝就行了 拷贝 有双一号也得拷贝 因为我们要的只只是这一部分 那左边的紧来的所有的东西 圆样拷贝过来 好这样呢我们相当于就 生成了一个关联函数 切换到脚本式图 它的参数名称呢叫做 Verify Code 那么通过设定这个左右 左边计设定这个右边计 把里边加到的值给找出来 那找出来了以后怎么办呢 找出来了以后 我们在这边这个Pose请求里边 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那这边呢我们就直接用 Verify Code 直接拿去替换它 好注意这个地方这个参数 由于呢它并没有在参数列表里边生成 所以呢 这个微游镜的这个脚本编辑器 没有办法给我们直接高亮显示 因为它能高亮显示呢 是因为它在这个参数列表里边看到有 那这边啊我们讲 在参数列表里边的这种参数 叫做静态参数 它的值呢是可以确定的 这种值都是确定了的 而这种参数它也是参数 但是呢它叫动态参数 为什么呢 它不是参数列表当中的 它是我们这个脚本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产生的一个参数 所以呢叫做动态参数 动态参数 它是没有办法啊 脚本是没有办法直接高亮的 因为它不知道这个参数在哪从哪来的 它只有在运行的时候 这个参数才会有值 好我们现在相当于啊 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基本上呢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要来验证 这个到底问题有没有真正得以解决 那同时大家最需要关注的是 一为什么需要关联 二关联的一个基本用法是怎么样的 三特别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 这个关联函数要去查找哪一个响应 哪一个请求的响应 一定要非常明确 很多同学在刚开始用的时候 经常把这个关联函数直接放在这个地方 直接放在这儿 在这个地方放一个关联函数 这是完全一种很错乱的一种思维 你看啊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放一个关联函数 会发生什么 这个关联函数查找的响应是哪一个 是这个迫使请求的响应 而这个迫使请求要成功响应 它需要依赖于有一个参数值 而这个参数值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这个关联函数 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涌动机的原理了 我们这边有一个发电机 这边有一个电动机啊 发电机给电动机发这个送电 电动机呢 再给发电机传送动力 这样呢 这个电动机和发电机 在不需要任何能量的情况下 他们就可以啊 永远的这个转动起来了 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这个关联函数 那我把它先考过来啊 更形象一点 这个关联函数要查 我们讲它一定是放在前面 那么这个是如果放在这个位置 它查到的是这个响应了 这个响应呢 能不能成功依赖于这个关联函数 关联出来的这个验证码 它依赖于它 它呢 又这个关联函数 依赖于这个迫使请求 这个迫使请求又依赖于关联函数 这两者呢 相互依赖 那就变成了一个死讯法 所以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况啊 那么一定是务必啊 清楚 这个关联函数要放在 被查找的这个响应的前面 同时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要查找的这个东西 在哪个请求当中 我们查找出来的纸要用在什么地方 那么使用这个纸的时候 一定是在这个响应的后边 才能够去使用它 我们在这边查找的纸 在这个前边的请求 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因为代码顺序运行 还没运行到那去 所以啊 如果说 我们在前边一个请求就要用它 那么这个关联函数呢 就要放在这个请求的 更前面的地方了 放在最开始的地方 这样呢 供后边所有的请求使用 所以这个顺序千万不要错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脚本已经写好了 就来调试一下 确认一下参数化用户名 然后呢 验证码 这边咱们的帖子的标题 也都做过随机数了 所以不会重复 那现在咱们继续来运行 看看我们这个问题 有没有得到真正上意义上的解决 好 运行了三次 脚本本身没有出错 好 看一下测试结果 第一次登录的用户名 LRU21没有问题 好 这边我们看到增加了一个get请求 就打开这个发帖页面的 因为我们要从这个页面里边去找内容 看看发帖 这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来看一看铁资有没有发成功 OK 成功了 铁资在换 切换了一个用户以后 发生成功了 再来看看第二个 用户名LRU21没有问题 铁资发送成功 换了用户 铁资同样可以发送成功 毫无疑问第三个用户也是一样的 铁资呢 也可以发送成功 问题得到解决了 就是无论我们用什么用户来登录 铁资都可以发送成功 唯一增加了一个东西就是关联 把我们这个动态要变化的这个验证码 从这个青铁的这个页面里边把它给关联出来 完了以后呢 再把这个把它这个关联出来的验证码发回给服务器 这样呢 每一次服务器获得到这个验证码 就是它发送给这个新铁页面的这个验证码 这样呢 验证就一定是可以通过的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问题解决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么一个问题 得到解决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还要来干点什么呢 比方说 我们有这个验证码的内容 我们为了更明确的知道 到底它有没有真正从响应当中关联出来 我们呢 可以在这个新铁请求后面啊 相对后边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参数 我们可以把这个关联到的这个参数呢 把它给输出出来 来看一看是不是每一次换一个用户 它都在变化 把我们最原始的这些设想呢 再给验证一遍 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做这种实验 有设想了以后我就去做实验去试 咱们学这种技术啊 或者说这种实战性比较强的这些东西 一定是不停的去做实验 随便我们可以大胆的去猜测一些可能的情况 然后去验证它是不是跟我们的猜想的一样 一样的话就证明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这样呢我们的经验就慢慢的在积来 所以我现在啊 我来看我们讲过 随着不同的用户名的变化 它的验证码可能会变 这是我们经过之前脚本的对比 得出这这么一个基本的规律 那现在我已经 把这验证码给找出来了 我就来输出一下啊 我们要实实在在的看到这个验证码 是不是真的在变获取到这个参数的值 我们讲过 在请求在这种get请求 或者post请求里面的对应的这个位置 我们要去使用参数的话呢 直接用大括号包含起来就行了 而在非请求的这些函数里边 比方说这个请求就是非请求 这种请求呢也是属于非请求类 它不会像服务器化东西 它只是本地的一些这个函数而已 那么在这种非请求类的函数 我们要获取纸呢使用LREO使征 这个希望大家还有印象 但是获取纸还是加大括 Wearifycode获取这个参数 把这个纸呢给输出出来 我们来看一看每一次发帖 它输出的纸是否是一样的 是否是变化的啊 那后边这个 破设请求本身 咱们就先暂时把它给注视掉 先不发帖 我们只是来看一看验证码有没有 获取成功 来运行三次 好 语法错误啊 那我们刚才只注视了这一行而已 重新注视 再来 好 我们看看它输出的地方 其实刚才已经看到一个输出值了啊 第一次运行 在最后啊 输出了一个4A1FCF60 第二次运行 输出的是4C0啊 刚刚第一次不一样 第三次运行 5ECD都不一样 但我们讲过这个日子太多了 我们要去输出调试的时候 把日子关掉 在Runtime Setting里边 把这个日子给关掉 这样呢输出的就会是我们真正想一想要看的东西 我们看到第一次输出 第二次输出和第三次输出 的确随着用户不一样 它的验证码是不一样的 我们找到了 而且成功的找出来了 找出来了以后 把它放在POSE请求里边发现服务器 这事就得到解决了 好 那么这是呢 关于关联 LowRound里边关联这个函数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WebRig SaveParam 后边对应的一个参数的名称 对应一个左边界LB Left Boundary 对应一个RB右边界 然后呢 这是一个关联函数最基本的构造 后边我们熟悉了以后 其实不需要还得打开那个对话框了 直接在这边写就行了 因为它的参数 语法规则其实非常简单的 好 这是关联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怎么样去从响应当中通过左右边界去查找内容 获取到相应的我们想要的一个字 那么这节课呢 关于关联函数的这个基础知识 咱们就说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